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比较明显的转量 所以提醒大家可能从事工作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可能要添加衣物 另外就是银杏台风 又有一个台风生成了 那么它目前正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逐渐往西边移动 预计在周末的时候会靠近巴士海峡 这个台风的话看起来移动的路是稍微慢一点 所以要稍微注意它的路径 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另外因应上次的康瑞台风 农业部有公告 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 以及低利贷款 那么在东半部的话 是农产业的全品项 详细资料跟资讯的话 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连接区 去看找详细的资料 另外的话也有公告 在港渔船罚 有列入农业天然现金救助 以及低利贷款的地区 是我们台东县的成功 成功证 长宾乡还有东河乡 那么收理时间跟地点 大概是在11月3号开始到11月15号为止 那么提醒大家 渔民朋友们可以到台东县区内的成功证 长宾乡跟东河乡公所来进行申请 那看一下天气的部分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 接下来的这个银性台风 目前看起来礼拜二的时候 会逐渐的有点朝西北西的方向 往这个菲律宾的东北方海面来靠近 慢慢的往这个菲律宾 这个巴士海峡附近来靠近 所以呢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台湾大致上还是受到 东北风的影响 那么还不会受到这个银性台风的 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 大家看一下到礼拜三的时候 这个台风 其实礼拜三可以看到 台风的移动速度有点变慢 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北方的菲律宾高压有点减弱 所以对它的这个驱动力 导演气流有点减弱 所以它变成速度是有点趋缓 那么礼拜三 台湾还是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水气不算多 但是银峰面的北部 东北部还是比较容易 有一些短暂争雨 那么到礼拜四的时候 慢慢这个台风有点移动了 似乎会慢慢的往这个西边来移动 看起来是往菲律宾 北边的这个巴士海峡的这个地方 来前进 那么我们台湾程序是东北风的影响 礼拜五的时候可以看到台风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往西边 进入到南海附近 不过礼拜五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可以看到 如果说北方又有东北风南下的话 配合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的云溪就要留意 这个外围环流会不会对东北风造成加强的作用 所以北部东北部 尤其是东北部 就要特别注意礼拜五之后的天气 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 变速也还是有点大 也提醒大家 接下来几天要持续关注这个银性台风的最新动态 来看一下容易下雨的区域的话 目前看起来大致上就是已经封面了 北部东北部 因为是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有些局部的短暂的阵雨 那么来看一下在降雨的区域方面 礼拜二到礼拜五的话 可以看到要特别注意的都是基隆北海岸到东北部 尤其是东北部的宜兰要特别留意 有可能局部地区雨时会比较明显 那么到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提醒过大家就是 如果说这个银性台风慢慢的往 这个通过菲律宾的旅宋岛往西边 来到南海附近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它的外围环流 跟这个东北风会不会有加强的作用 可能会让我们银封面的降雨增加比较明显 这个地方提醒大家特别当心 来看一下风浪的部分 因为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全台湾几乎都是大浪 那么在里外岛部分的话 也都是大浪 所以渔民朋友们也要多加小心 那么在这个潮汐的部分 我们的台南将军跟屏东的恒春是大潮 那么其他地方的话 中北部跟东南部的话是这个中潮 那来看一下在里外岛部分的话 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澎湖马公是大潮 其他像马祖金门跟蓝宇的话是中潮 那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其实这个礼拜的话 受到东北风南下的影响会比较凉一点 尤其在北部东北部感受上会比较明显 礼拜五之前的低温只有20到21度 高温也没有很高 我大概就只有23到25度都是比较偏凉的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目前看起来温度有小幅度的上升 低温大概23到24度 高温27到26到27度 那么以南部来说的话 就比较不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低温大概是在22到24 25度 那么高温大概在29到31度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礼拜 其实大致上就是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有个变数就是在 这个福利宾东方海面的 这个银杏海风正逐渐的接近 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之后的一个走向 目前看起来的话 可能礼拜五会 它的外围环的影响会对我们台湾造成 比较明显的影响 要稍微的注意了 以上就是11月5号的农业气象 我们下次再见